在我短暫的騎車旅行的時光中 去過的地方說多不多 說少也不少 真要說在這些地方之中 有沒有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說每次騎車旅行都是刻骨銘心的 那還真的是有點矯情啦 不過也因為我們選擇交通工具 是騎機車 所以每次在家門口跨上車的時候 那種難掩興奮的情緒 還真的不是矯情兩個字可以輕易形容的 要騎去哪裡? 騎哪一條路去? 去了之後要做什麼事? 這一切在跨上車之後 就顯得沒有那麼重要了 雖然地點在騎上車之後沒有那麼重要 但在這些我曾經去過的地方之中 我還是特別喜歡一個地方 那就是台東 在回家も穿著名字租來源 還是會比較少確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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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趁這個機會讓自己稍微耍廢一下啊 兩個禮拜之後 終於迎來在降級後的第一個晴天 我們終於要出去走走了 今天的行程是久違的台東 在之前其實魯特已經去過很多次台東了啦 不管是去南河公路向陽段 還是藍色邊境 更不用說在去年就曾經騎著小橘白到台東玩 對台東也算是熟門熟路了啦 所以這一整趟連導航都不用開 就可以很輕鬆的跑完整趟行程 而今天的路線 從台中市區出發往海線走 從西濱接到台霸4線後往御井 切回3線接到台3線之後 再從美濃接到181線到 最後再從岩山公路一路接到平鵝公路 從平鵝公路接到台9線 進入南迴公路 最後進入台東 這一段從台中到台東的中東套餐 已經可以算是我每次前往台東的起手室了 剛剛有說到這次出發的時間點 是在下了整整兩個禮拜的雨之後出發的 從台中市區接上西濱之後 馬上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這一點 海線整個生機勃勃 這應該是我看過最乾淨的張濱工業區了 整個慶安水道 反射出藍天白雲的倒影 雖然連結車還是很多 但是卻少了 以往跟車在後方的時候 挥植吃土的情況 沒有任何因為輪胎而捲起的粉塵以及砂石 噴的滿臉都是 心中的心情也因為看見久違的藍天 無止境的柏油路 加上接下來的旅程而充滿喜悅 這種感覺對一般人來說 因為疫情因為天氣因素 我們必須待在家 沒辦法出門 沒辦法與朋友相見 超過兩個月的時間 終於又看見這些久違的老朋友 而對於我們來說 所謂的老朋友 不過就是藍天 綠地 清澈的水道 加上公路 綜合以上這些因素 在意開場的西濱 竟然就讓我有了一種莫名的感動 原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路段 也因為超過兩個月的時間 沒見到這些風景了 而有一種 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發現了一種久違感動的Fu 從中部出發 穿越過彰化嘉義雲林 從西濱上面接到了台霸四線 進入台南 前兩個禮拜的暴雨 讓整個南部充滿在烏雲密布的狀況下 甚至之前去南橫公路的時候 經過的明霸克路橋 這座希望之橋 也不敵土石流的威力 硬生生被衝斷了 相比明霸克路橋 雖然現在人是位在台南 而不是高雄 今天的台霸四線 就相對和緩許多了啦 溫暖許許的陽光 畫面中看起來太陽好像很大 對 這一天太陽是真的蠻大的沒錯 不過因為全身都吹著風 所以騎乘在這邊也算是蠻舒服的 很放鬆 兩邊的景色 甚至看不出來 是剛經歷過暴雨的洗禮 延續著剛剛騎在西濱上面的感受 騎在台霸四線上 一路往山區前進 一切都充滿了生機 最後再經過了40分鐘 來到了中油預警站 在這邊把油量補滿 順便待在魯特在台南的廚房 Seven新域附門市 買杯咖啡休息一下 熊滴們早安 現在的時間 9點55分 今天呢 我們又要幹一件大事了 今天算是 3級解封 解封之後現在2級警戒 第一次騎車好不好 已經憋很久了 又加上前幾天呢 他媽暴雨 台中下了跟什麼一樣 然後我看南部也是下了跟什麼一樣 可是今天呢沒關係 我們毫無畏懼好不好 我們就是從 今天我們要去台東 不只去一天 我們還要去三天 而且這一次 我都沒有跟任何人說我要去台東 所以重庭啊什麼 Sam哥啊 他們也都不知道 所以這次呢 算是一個人的台東之旅 好不好 我早上6點半從台中出發 太久沒有拍片了 所以怎麼樣 看我連台中出發的時候 我連GoPro都忘記按錄影 所以前面那段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錄影的 所以我從西濱上面開始才有錄影 因為我們現在在那個 台三線 剛下巴士 等一下呢走台三線 然後接延山公路 一路往平鵝公路出發 休息一下 準備出發 GoGo 其實在5月底從澎湖回來之後 到現在8月中 這也只是我拍的第一支影片啦 剛剛說到的老朋友 除了藍天 綠地 公路 對我來說 還有一大堆的攝影器材 但是因為真的太久沒有拿出來用了 在出發前一天晚上充電的時候 還會有一種 我之前到底是帶了什麼東西去旅行了 這種疑問出現 所以前一晚在整理行李的時候 也算是花費了蠻長的時間的 畢竟那麼久沒有旅行了 還是有點生疏的 在Seven稍微休息一下 沒有停留太久 我們接著出發 接下來的路線 我們沿著台三線出發 經過左鎮 從內門進入高雄 經過旗山進入美濃 其了三四分之三的181線道之後 接到185線道 也就是延山公路 這一趟 從台南到高雄 我們走的是台三線 而從高雄到屏東 我們走的 則是這一條連接高雄 與屏東間的181線道 181線道全長約59公里 從高雄的山林區 經過美濃區 連接到了屏東的高速鄉 而這條路線 如果是之前看過半夜一點 從台中衝台東那一集的朋友們 應該不會太陌生啦 路線基本上 全部一模一樣 這次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 兩邊的景色 從晚上 變成了白天 而縮起的這條181線道 最可惜的部分 還是從北往南 在美濃的月光山隧道附近的花海風光 在這次依然沒辦法前往 雖然說在之前一日切地瓜的時候有經過了 但畢竟距離現在也已經好一段時間了 所以這一趟沒能前往 當然還是覺得有點可惜的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除了剛進入的風景 還有到了橫跨老農溪的高美大橋上 左手邊看過去的整片山景 很可惜山明水秀這句話 不能用來形容今天的風景 因為自在性蠔雨的關係 高美大橋橫跨的老農溪 因為上游沖刷下來的土石 讓高美大橋看過去的景色 山明水不秀 只能看見混濁的老農溪溪水 持續往下游奔騰 山的後方可以看見大片的雲朵 騎到這邊 不免還是有些擔心接下來的路程 會不會就此變成了暴雨的行程 但擔心的點也不是因為會淋濕啦 而是怕影響了今天拍攝的風景 畢竟這麼久沒有出來騎車了 多少還是會希望看到的 是無限的藍天白雲 以及翠綠的山峰 離開了高美大橋 騎到了181仙道的終點 我們也正式進入屏東了 接到了185仙道 岩山公路 這條沿著中央山脈西側修建的公路 全長接近69公里 起於屏東高速鄉 途經岩埔馬加三地門 內埔泰武來一萬暖 最後來到了芳寮的水底寮 是台灣第五場的縣道 因為這次是從北往南騎 走岩山公路 不僅可以不用進入屏東市區 沿途還能穿越過 各個屏東的村落以及部落 可以說是蘊藏了 文藝、農藝、園藝、錦藝的一條公路 從文藝說起 這邊的文 包含了超過20個原鄉部落的人文 在岩山公路上 隨便轉個彎 都可以看見各個部落的蹤影 包含了盧凱族 排灣族 馬卡道族 客家閩南等 每個部落 每個族群 都集聚地方人文色彩 包含了不同的人文風情 從文藝來到農藝 岩山公路嚴格說起來 算是鳳梨的故鄉了吧 沿途可以看見數量數不勝數的鳳梨 四個字來形容 鳳梨叔叔 一株鳳梨 需要經過一年三個月才能採收 所以在一年四季中 不管哪個季節來到這邊 不要忘了放慢車速 停下腳步 可以看見不同階段的鳳梨 努力生長的痕跡 而說到原藝 在岩山公路上最吸引我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種植了樹形優美 清脆玉滴的小葉懶人 台灣暖樹 桃花西木等 片片的綠光 與天空的藍色相互交織 一路延伸到天際 營造出一片綠意盎然的綠色隧道 甚至還有一些路段 就像是騎在日本的田野之間 而景翼 從公路上則可以一路遠望大武山 特別是這一次是在下雨天過後經過 雨水洗滌了大地 山林 不過同時也讓這條路上多了一些泥沙 甚至在路邊還能看到崩塌的痕跡 很難想像在這一趟來到這邊的前四天 暴雨來襲 岩山公路這裡還是處於淹水的狀態 甚至還沖走了三千多顆的鳳梨 相比今天白雲圍繞在青山之上 洋溢著詩情畫意的同時 還夾雜了一點靜密的田園風光 與前幾天的新聞報導 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大相徑庭 以文藝、農藝、園藝、錦藝所組成的岩山公路 除了是一條名副其實 從屏東的大山通往大海 貫穿屏東的道路 也是一條多元族群文化匯聚的美麗路線 更是探訪屏東翠綠山林最便捷的一條公路 如果朋友們之後想遊北往南走 不妨試試看岩山公路 沒有太多車、太多人 但卻有著很多的美景人文 久違不見的公路與大自然 雖然熟悉 但是卻還是帶給我從未有的感受 光是騎在這邊就有一種莫名的感動 只擦眼淚沒有掉下來了啊 現在時間已經超過11點半了 接近12點了 然後剛轉進岩山公路 我覺得今天天氣真的超好 好到一個爆炸那種 跟前幾天比起來 因為台中上禮拜已經下了一整個禮拜的雨 然後高雄、台南也都全部淹爆了 因為一開始想說如果下雨的話 就不要走岩山公路了 因為靠山嘛 可是今天天氣超好 所以我最後還是選擇走岩山公路 果然沒有讓我失望好不好 給各位看一下 哇這個山 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這麼清澈的山 還有這個藍天白雲好不好 再搭配這個山 我心裡實在是非常感動啊 再加上這片種的應該是 鳳梨吧 我也不確定 反正應該是鳳梨田 這陣子啊除了疫情之外 然後又加上那個天氣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 已經很久沒有出來走了啦 光是走這一段 雖然這一段我已經走了 不知道幾次 無數次了好不好 可是光是走這一段呢 內心還是非常感動的 雖然我現在戴著口罩 可是沒辦法 現在我們出來晚一定要戴口罩好不好 這邊真的超放鬆的 我超想到這邊就直接待一整天 可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一個更去有的地方 下一站呢 應該是 預計應該是海豚灣的7-11吧 海豚灣7-11之後呢 就直接接南迴 南迴公路 沒有走南迴改 因為我們要去旭海 所以走舊南迴 然後到壽卡那邊接到199線道吧 還199甲線道 有點久沒有去有點忘了 可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的目的就只是到台東而已 沿路上呢就是一直亂晃好不好 休息一下 準備出發 GO GO 在這邊飛往空拍機之後繼續啟程 騎完了岩山公路 我們接回台一線平鵝公路 來到了方寮祥 在每每起程往台東的時候 來到平鵝公路時 都會有一種準備推開一扇 通往台東窗戶的感覺 對我來說 平鵝公路不只是一條靠著海的公路 更是作為進入台東的前哨站 很快的我也來到了7-11的海豚灣門市 打算在這邊稍作休息 順便吃個小東西 嘿唷 我現在 人到了海豚灣 今天天氣超熱 太陽超大 現在嚴重的逆光好不好 可是沒關係 今天的海呢 沒有想像中的懶 應該是因為前幾天下雨 把山上的那些土石啊什麼的 全部衝下來 所以今天的海 靠近沿岸這邊呢 都是有一種灰灰的 你知道嗎 就是很像台南啊 台中啊 嘉義那邊的海邊一樣 就是土石很多的那一種 可是聽到這個聲音啊 我還是覺得超爽 超讚的 因為大概已經超過兩個月 沒有聽到這個聲音了 在這邊坐就是爽好不好 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出發 離開了Seven海豚灣門市 接下來的路線 從平和公路上 接到台九線 不過這次去城 沒有打算騎高級南迴公路 打算先去旭海坐一下 所以選擇走了舊南迴 到了授卡的時候 轉往199線道 再接到199甲線 最後來到旭海 今天嚴格說起來 只是個移動日啦 今天的目標 很簡單又無腦的 只要我們人 還有橘白安全的到台東 就算完成了 沒有安排其他的景點 所以在沿途順路中 很隨性的找地方待著 很單純的 只是想要享受著日照的感覺 今天一早從台中出發 走著西濱 到台南之後轉入三線 再騎著沿山公路 從大山回到大海 而從Seven海豚灣門市出發之後 騎著南迴公路 我們即將再從海線回到三線 一早到現在 可以說是跨過山和大海 只差沒有穿過人山人海了 其實騎著車 我一直都還蠻喜歡這種 沒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地 整路亂晃的那種感覺 少了行程與計畫 可以多一分五居五術的FU 我們可以騎得更瀟灑 山海相隨 隨心所欲 隨走隨停 而這次來到南迴公路上 不難發現路邊多了許多三角錐 以及工程師傅們施工的景象 穿過南迴公路 右轉接到了舊南迴公路 也就是台九霧線 享受著芬多金 在騎了大概40分鐘之後 我們也從Seven海豚灣門市 來到了壽卡 而在這裡 接下來我們也準備接到一條 更小條的路 那就是199縣道 時間來到了2點半 再經過了兩個多小時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騎那麼久 我現在來到了199縣道的入口 這邊是壽卡鐵馬驛站 然後剛才遇到一群觀眾 人都超好的 大家都是趁好天氣出來騎車好不好 他們都超free的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從這條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 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吧 也是從這條進去 然後往旭海 那這次沒有從 Aurambi那邊 是因為就是 就是我們從這邊往旭海走嘛 然後再往回走 就是等於說旭海騎兩次這樣 就騎一趟 過去然後再回來 反正就是騎爆就對了 反正今天我們就是走一個 非常free的行程 今天我們最終極的目標呢 就是安全的到台東就好了好不好 準備出發了 GO GO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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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從平鵝公路上 接到台26線 經過鵝鵝鵝鼻往旭海 算是比較順路的啦 還可以經過龍盤草原 不過這次剛好順路繞進來看看 所以原路近 原路出 騎爆兩次旭海 也算是很滿足了啦 去的時候 海在我們的左手邊 回程的時候 海則是在我們的右手邊 所以也就沒有一定說 要多順路才騎啊 從壽卡出發 騎在這條199線道上 陸幅並不是說太寬 幾乎都是單線道 但是路況 卻比我上次來到這邊的時候 好太多了 整段的柏油路 似乎都是重撲過的 已經沒有那種 像是騎在月球表面上 沿路坑坑巴巴的景象了 不然在上次來的時候的路況 就跟這條199線道 所處的環境一樣 充滿了原始的感覺 而魯特覺得 199線道 是一條充滿了自然原始風情的公路 北與南迴公路相接 也就是我們剛剛出發的壽卡 而南則是相連到平鵝公路上 全長接近38公里 也是一條連接山海的線道 全線幾乎蜿蜒於山林之間 宛如已是獨立之境 就好像一整路上都騎在森林裡面 沒有人 沒有車 沒有住家 在夏天這種炎熱的季節騎在這邊 雖然海拔並不是說太高 但是被綠樹包圍的感覺 還是讓人有消暑的feel 路途中 偶爾可以看見突然出現的太平洋 而也因為近期的雨天 魯特在這一天前往的時候 在這邊也看見了一大片土石滑落的景象 所以如果近期有想要前往的朋友們 還是要隨時注意路況啦 這次我們並沒有把整條199線道騎完 從線道的起點出發之後 由北往南騎 再到牡丹前接到199甲線 如果說199線道是連接北往南 那199甲線就是連接東與西 轉進199甲線之後騎不到10分鐘 我們也正式進入了續海 在199線道與199甲線中 因為路幅真的不大 所以需要多多注意路況 因為在這裡的彎很多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彎都有轉角徑 雖然車少 但並不是完全沒有車的 加上汽車體積也比較龐大一些 也不知道為什麼都很愛靠左邊開 所以到了這邊車速還是要放慢 會比較安全 在全台灣的地名之中 魯特覺得旭海這個地名 算是讓我在第一次聽到之後 就久久難以忘懷的一個地名 旭日生於海 旭海所在的位置 剛好位在屏東的東側 所以與台東花蓮宜蘭一樣 可以看見美麗的日出 雖然說地名是旭海 不過說起來其實也蠻慚愧的 因為我到目前為止 也還沒有來這邊看過日出 所以在騎到這邊的時候 也在心中跟自己說 接下來一定要排一趟行程 住宿就住在旭海 早上起來好好欣賞旭海的日出 離開了199甲縣 接到了台26縣 對我們來說 旭海的美景才正要開始 早期因為軍事管制 所以封閉了許久 目前是在台灣中 少數保留原始自然美景的景觀公路 也有人把這邊稱作是秘境公路啦 但其實也不太算秘境了啦 在台26縣上 穿越過一片樹林之後 緊接著出現在眼前的 180度絕佳的海景 不管怎麼騎 你會發現 一片湛藍會緊隨在你身旁 可以盡情享受 奇岩山壁與海水交融的美景 最好隨便在路邊找一塊空地停下來 也不管它有沒有折壁物了 出來玩就是要曬太陽嘛 如果連太陽都曬不了的話 那就乾脆待在家裡面就好了 直接停在路邊 停著海浪拍打岸邊的聲音 也是非常放鬆的 很多人騎車可能都需要有一個目的地 不過這一次 我們不特地找景點 最自然最真實的美景 在路邊就隨手可得了 兄弟們 時間來到3點15分 3點15分好不好 我他媽終於到續海了 今天天氣超好 超熱 突然有點懷念下雨的時候 沒有也不會啦 就是以一個很常在騎車的人來說 出門遇到這種天氣 我覺得是最棒的 天氣這麼好 雖然很熱 會一直流汗 還會曬黑沒錯 可是總比下雨天好 因為出來下雨天的話 什麼都拍不到 當然也不是說就是一定要出來拍照 或是幹嘛的 就是騎車嘛 還是有太陽比較舒服 當然下雨還是很爽沒錯 就是不穿雨衣還是很爽 前幾個禮拜呢 已經下爆了 今天呢 就非常舒服的曬太陽 跟橘白在這邊 一起聽著這個海浪的聲音 非常的舒服啊 超棒的 我現在就要坐在這邊 在這邊休息好不好 剛買了一罐水 我就是坐在這邊 他媽把這罐水喝完 我才要繼續走 預計走的時間呢 我預估現在3點15分 坐個45分鐘再走 然後到台東應該也晚上了 可是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今天的目標 就是到台東而已 欣賞海景 GOGO 在這邊待了一段時間 好像不管幾點從台中出發 也不管停留的是哪些點 這一條從台中到台東的路 我永遠都是要騎超過8個小時才會到的 不過沿途邊騎邊休息邊放鬆 才有那種漫遊的愜意感 時間到了這邊 這種愜意感 也開始逐漸變成需要趕路了 因為我們今天要住的地方 位於台東的最北邊 也就是長冰箱 基本上已經靠近花蓮了啦 從旭海出發 到今晚下榻的地方 大概還有180公里的路程 整路不休息 大概需要3個半小時才會到 所以馬上東西收一收 準備繼續啟程了 從旭海沿著199甲線接回199線道 回到舊南迴公路 接下來一路上幾乎都沒有休息 騎完整段就南迴公路之後 來到了達仁鄉 在這邊補個油量之後 準備一口氣沙到台東 今天在南迴公路上的海 看過去一整個灰蒙蒙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前陣子下雨 假上到了這邊的時間 太陽已經準備下山了 太平洋沿岸的海 看不到以往的台東藍 取而代之的 反而像是早上看到的老農溪溪水 混濁中帶有一點雜質 天氣也感覺從旭海段的超大太陽 逐漸轉變成陰天 這一段路 算是每次在進入台東 與離開台東 都會經過的一條路 同一條路帶給我的意義 卻是很明顯的不同的 去程 代表著一趟旅程的開始 充滿了希望 滿心期待著 未來兩天的行程 而回程 也代表著一趟旅程的結束 所以雖然經過很多次了 但是每次重新踏上這塊地方 心中還是會浮現出 酸甜苦辣的滋味 雖然說心情上有各種酸甜苦辣 算是充實滿滿啦 但是肚子 因為沒吃東西 所以在這一段路上 已經開始咕嚕咕嚕叫了 臨時決定 等等到了台東市區 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順便找個東西吃 早上6點半從台東出發 來到這邊的時間 也超過傍晚6點了 上一次是從晚上起到白天 而這一次則是很標準的 從白天起到黑夜 在經過超過12個小時的路程之後 終於來到了台東市區 在這邊也很隨性的找了一間餐廳 打算來爽客一波 我現在已經到台東了 台11線轉進來台東市區 然後我隨便找了一間餐廳 現在就來吃飯 這間是燒烤 日本料理那一種 然後我點了 我點了蠻多東西的 等一下一道一道 分享給大家看好不好 我覺得呢 應該是因為我肚子太餓了 所以我剛才吃了一點小菜 我覺得超死的 然後越吃越餓 給大家看一下我點的第一道菜 豬肉串好不好 豬肉串 看起來就超美味的 看起來好爽的啊 然後原諒我剛才真的是太餓了 這個便當一上來之後 我已經直接先客了 我再點一個燒烤便當 好爽 一整天只吃這一餐好不好 還是有吃的啊 超餓 趕快吃飯 等一下吃飽再跟大家說 GOGO 報告一下我剛才說錯了 剛才我吃的那一串是大腸 現在這一串才是豬肉 好不好 豬肉 這是我們的豬肉 水啦 然後呢 我還點了一杯紅茶 這就是今天晚餐了 兄弟們 時間來到了 七點半 我現在剛吃完 然後 蹲在路邊休息一下 我覺得這間燒烤 雖然我是隨便停的 就是 騎到一半的時候 轉進來 然後看到路邊有一間 我就直接停 停下來就直接吃了 那不知道是因為我太餓還是 它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 這一間吃起來 就是東西也蠻好吃的啦 然後 價格就是有點不便宜 就是有點小貴 可是也還好 還可以接受啦 以熱潮的這個餐點來說 還算OK 那味道也蠻好的 還不錯 蠻推薦來吃的 等一下呢 我要再騎一個小時 今天預計 住宿的地方是在城宮鎮 今天住的是一個很像帳篷的地方啦 等一下我們就先騎 再騎一個小時就到了 到了之後呢 再開箱我們今天住的地方給大家看 出發 GO GO 吃飽飯後繼續啟程 一路上從台東市區夜騎到長冰箱 這一路上讓我最有印象的 就是在經過中華大橋後的台11線 上次與KTM的車友們來到這邊的時候 整路都在施工 不過這次再度來到這邊 發現整段路拓寬成了四線道 終於可以不用再看到有一台路隊長 領著後方超過10台車 哪一種浩浩蕩蕩的隊伍出現了 就這樣在時而出現時而消失的路燈 一路上的陪伴之下 最後終於來到了今晚下榻的地方 小晴星空露營地 各位兄弟們 現在時間 5點20 5點20分好不好 我今天起了一個大早 昨天啊我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直接睡死了 跟大家說一下 我今天住的地方是 它叫小晴星空露營地 就是它的概念就是很像一個固定的帳篷 然後把帳篷裡面做的很像 有床 有廁所 有洗澡的地方 有沐浴的地方 然後有電視 有冷氣 有廚師機 什麼都有 裡面我覺得還不錯啦 現在呢我走出來 今天的天氣 應該是還不錯 5點20分嘛 然後剛才查了一下網站 他說今天日出時間是在5點31分 所以 現在呢我就起床 然後打算 來這邊拍個日出 早上的台11線 完全沒有人 超爽 這邊可以直接聽到海的聲音 台11線 這個營地他就在台11線旁邊 然後哇可以看到整座山 非常的 非常 非常的清楚 好不好 只是現在啊 因為我覺得太陽還沒出來 所以 整個天空是有點暗藍色 暗藍色那樣的 不過等太陽 等下等太陽出來之後呢 應該就會好蠻多的 應該是蠻棒的 那我現在就隨便在路邊找一塊地方 準備 準備 要來拍個日出了 可是我也沒拍過日出就是啦 就是隨便拍啦 好不好 拍得醜的話 還請大家見諒 GO 昨天因為太累了 所以在剛到住宿的地方 馬上直接秒躺 加上晚上要拍這間 很特別的住宿地點 也拍不太出什麼東西啊 所以就只好早一點起來 拍給大家看了 順便看個日出 不過很可惜的是 今天的日出 因為遠方實在是太多雲了 沒辦法看見那一種 一顆蛋黃升起的感覺 只好留一點遺憾 下次再來看了 雖然沒有看到日出 不過在五月十去的澎湖 看到的海景 那一種熟悉的感覺 也在靠近海邊的台C線 再度看見 雖然太陽因為今天的雲層太厚 升起了 當然卻沒辦法看見全貌 但是一早的空氣 還是挺清新的 那經過了半個小時吧 現在時間來了6點整 網站上面是說 5點31分 太陽就會升起來了 可是可以看到呢 後面這邊好不好 可以看到呢 後面這邊 今天後面這邊 超多雲的 所以剛才的狀況呢 就有點像是 太陽已經起來了 他其實已經起來了 只是他被後面那個雲擋住了 然後他現在呢 已經非常起來了 可是呢 我覺得還好 沒有看到那種就是 一顆蛋黃起來的那種feel 看了就是不爽 好不好 可是沒關係 明天我們還有一次機會 希望明天呢 那些雲可以不要那麼多 那今天的天氣 我覺得 應該也會是不錯的 從台C線看過去啊 這個山 超清澈的 好不好 雖然說天空有一點雲啊 可是沒關係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天氣 應該是還不錯的 然後這個營墟真的非常漂亮 面向海邊 好不好 從這邊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看到海 非常的讚 那我發現啊 台C線上面啊 他其實有種了一些這個 這應該叫 這是松樹嗎 種了 種了四棵 然後之前騎車 騎車因為比較快過去嘛 所以基本上都 都不會發現 這是我第一次發現 這邊有種這四棵松樹 也是蠻特別的啊 種在這個公路旁邊 太陽出來了 又是美好的一天 今天就讓我們帶著橘白一起 一起前往花蓮吧 出發 好啦 然後看完了日出 也沒有看到日出啦 看完了太陽升起 等下吃個早餐 因為這邊啊 他這個 他這個帳篷 這個露營區啊 他是有附早餐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吃個早餐之後 應該就會出發了 今天的行程 我們會先往北騎 那邊應該是到花蓮了 就是我上次去騎的花蓮寺香道 這一次終於要去好不好 花蓮寺香道 然後再加一個 玉長公路 接回台11線 然後呢 我們就往南 今天晚上 我們終於要去住鐵花站了 舒服 希望上次的妹子還在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出發了 GOGO 從這邊看過去啊 這就是一帳一帳的好不好 這就是 昨天我們睡覺的地方 然後 他的設備呢 看過來 這是一個帳篷嘛 帳篷前面 他都會有一個就是 很像搖搖椅的東西嗎 搖搖椅好不好 非常的舒服 就是你晚上的時候 其實坐在這邊啊 就是整個人是 可以很放鬆 然後前面就是海 可是我覺得來的話 因為我今天 我今天是住第二排 所以 如果要看海的話 前面會被一頂帳篷擋住 所以如果你來的話 你可以選擇第一排的 看過去就直接是海了好不好 就是我們剛才在 拍日出那邊 非常的舒服 除了搖椅之外 梅障的外面 他有附一個就是 烤肉台吧 這應該是烤肉台 對 然後有 他是有陽傘 所以下雨的話也不怕 然後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房間了 這就是我的房間 現在我們就要進去了 GOGO 一走進來呢 他這邊有一個隔間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浴室了 他這裡面是有附浴室的 可是 他這個浴室呢 是沒有門的 床在這邊 浴室就直接在這邊 所以就直接進去 所以你洗澡的時候呢 最好跟大家智慧一下 好不好 不然 不然隨便一個人 都可以看到你洗澡 然後因為我第一次來啊 我是跟KTM他們一起來的 跟KTM的車友來的 上次我來的時候 他也沒有這個 就是上次來的時候呢 我還記得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就是我們直接把衣服 是直接插在這裡面 可是這次呢 他加裝了這個 束帶是萬能的 所以他就用兩個束帶固定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 就可以在這邊曬衣服了 就不用像上次來的時候 還要把衣服 插到這個骨架裡面 算是一個蠻大的進步 走進來這邊 跟剛才的浴室一樣 這是一個廁所 然後這個廁所 他也是沒有門的 床在這邊 廁所在這邊 然後就可以直接進來 就可以上廁所 所以我覺得 他雖然說是一頂帳篷啦 他裡面的那個什麼 機能也算是還蠻不錯的 應有盡有 還有電視 這個電視呢 還可以直接看YouTube 非常的舒服 昨天放澎湖空拍的影片 雖然只有到24分鐘的時候 就GG了 可是我已經跟YouTube反應過了 可是沒辦法 那片就是壞掉了 所以我已經重新上傳一次了 然後可能最近會公佈吧 這裡也有冷氣 所以也不用怕說 就是你早上起來 或者是正中午來的時候 下午來的時候很熱 還蠻舒服的 也可以除濕 也有除濕的效果 所以總而言之 我覺得這間算是還不錯啦 蠻舒服的 然後現在時間是6點25分 等早餐來之後呢 我們就要出發了 GOGO 那這一趟台東的第一天 雖然說騎的都是以前騎過的公路 但是卻因為很久沒有出來騎車了 所以特別有感觸 影片剪到這邊 自己回頭看了一下時間軸 才發現時間竟然已經來到了接近40分鐘 移動日通常我不會特地剪成一集啦 但是如果把第二天的行程 也一併加進來 那時間一定是直接超過一個半小時的 所以這一次 看見久違的台東 魯特還是決定把它剪成一集 明天 我們即將沿著台11線 一路往北 進入花蓮風冰箱 騎著花六四鄉到瑞港公路 進入瑞穗 之後再繼續往北 完… き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